对在家众来说 持守五戒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修行 古德说杀身戒除持心大 不贪财物连结忧 见舍不贪性清净 昏酒涌断性长流 欲学长舌莫忘语 成佛不虚出世求 杀身戒持持心大 你杀身戒持 古说人说要持栽 你也不杀身 那么你的慈悲心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对于 不贪财物连结忧 你不贪财物 你自己的清联 清洁是很优渥的 建设不贪性清净 见到漂亮的人 你不贪 你就很清净的 你有除截的人 自然无法会扶持的 我们如果昏酒涌断了 信就长流 如果欲乐长舌莫忘语 成佛不虚出世求 时刻刻我们就在修行 我们想要修行成佛 都必须以五戒为根本 如果连五戒都做不到 其他的一切戒都更不容易受持 譬如建高楼大厦 五戒就是地基 把地基打好 自然可以一层层往上 组成高楼 巩固而不清他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中瑞 彰化采访报导